大家好,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的就是關於一宗剪頭髮的趣味 來讀一讀標題 有一位中年的婦人 就是一個主婦 充值一萬元剪頭髮 剪頭髮要整皮 我猜她應該是買套票那類 剪完出來就驗那個成品 又醜又老 會不會是她本身又醜又老 還是關於髮型師呢 那就不知道 髮型師怎樣回應呢 髮型師就說應該要尊重藝術 剪頭髮的爭議經常都有 近日一個湖南的女人 就是國內的朋友 她在這個理髮店進行剪頭髮之類 例如電一下髮 並且以一萬元人民幣 扮理了會員卡 然後從中扣費 即不是逐次比 我想應該是類似買套票那類 其實我先講一下這件事 最重要是講這件事 其實我是很討厭這些事 或者我自己是不會做 就算有得便宜也不會做 以她這件事來講 剪頭髮為例 譬如我剪頭髮 我剪一次兩塊水 三塊水的洗剪吹 兩塊水三塊水算貴 OK 如果你去快剪那些都是剪一塊水 或者可能剪六七十元 我見過有些三十多元 我見過有些街市 還剪三十五元一個頭 譬如有些人地中海那些 地中海那些 地中海那樣 山到一坨東西 很噁心的 不如剪頭髮去算帳 那些便會開心 35元 反正我都是剪頭髮去的 剪密一點 35元 兩個星期剪一次 那些便會開心 這些題外話 回到投票的問題 譬如我剪頭髮 我剪兩塊水一個頭 我逐次比 譬如我這三次剪得好的 到第四次剪掉 接著我可以找那個新 我不用被你綁住 但如果你套票 不是 我買了套票 在你這間店那裡 就算你剪掉我的頭 我都要繼續剪 因為我套票 這樣便很麻煩 萬一你撿了一塊怎麼辦 現在經濟不好 到處都撿了一塊 你突然間 不知發什麼神經 突然間撿了一塊 或者髮型師我剪開那個 突然間心臟病死了 那我沒有了 同樣地 打骨的都是一樣的 打骨的人 譬如我去打骨 接著那些阿姐 就跟你說 你常來 比買套票 一次便宜五十元 還多送兩次給你 又如何那樣 我通常都不理會 接著他們會不斷煩咎我 接著我就會生氣 我就會開始說 説不定我現在走出門口 被車撞死 就會開始說這些 説不定突然 突然説不定世界末日 說不定明天有喪屍 就會開始說這些 接著他們就不會再宣傳我 因為我很討厭別人 有宣傳你的套票 宣傳一次 不行就算了 別煩咎我 我怎知道你這間公司何時倒閉 還有如果你突然間突然不好 或者我跟你那些技師 有喵撒的 有爭吊的 我還來不來呢 我拿著你那些套票 我來不來好呢 我來一次 我不對的 我可以不來 或者可能你突然想試一下不同的風味 譬如有時候這間 裝修好一點的 這間有香薰蠟燭的 可能那間是泰式的 那間是不知什麼顏色的 日本的 有不同的玩法 我每次去試不同的東西 或者可能這間有針灸玩的 這間 就幫你做拔火罐的 厲害的 譬如今次去這間 下次可以去那間 如果你綁死了我買套票 我只可以來你這間 那沒有意思 我覺得 我又不等爭在你送我那兩次 什麼便宜20-30元 你幹嘛做什麼 我覺得很無謂的 所以大家網友 可能去美容 可能去按摩 剪頭髮 人家叫你充直的時候 就自己想清楚有沒有需要 如果真的有需要 你跟死那人 可能原來你是他 原來他是你的偶像 你覺得髮型絲屌 你很帥 其實都不是剪頭髮 純粹是他剪你頭髮的時候 你聞他的味道 很香 很帥 如果你是這樣的話 那你就買 但是如果不是 其實都不可以買 你就照顧他 就給他一些提示 就行 因為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不做 突然間 你打算聞他的味道 突然間他不做 你都是含著 所以沒有 所以結論其實都是不應該買套票 好像這一單 他最想大件事就是買了套票 買了套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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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會員 充直下去 然後剪完 剪完一次 發覺又醜又老 然後又再花錢 就打算收拾好頭髮 幫他薄髮 然後都是不滿意 於是就跟理髮店爭論 希望全額退回 理髮店其實都不是騙人的 我覺得他不是騙人的 理髮店就主動提出 就說 你花了那些錢 就扣了就扣了 但是你退會員 我都可以退回剩下那些給你 譬如 當他沖了一片東西下去 他現在說他剪了幾次頭髮 又薄髮 又染又電 這裡已經花了幾千元 可以退回7千元 或者退回6千元給他 我覺得他就不是騙人 因為如果騙人那些就是怎樣 就是我不能退 一元都不能退 你放蛇咬嗎 那有些就會這樣 他這間都算是有良心 只是大家對於法型那樣東西不滿意 這單我不當是騙案來的 因為你電髮、薄髮那些 都真的要給別人用的 你沒辦法的 那你就唯有經一試掌一致 你下次就不要衝席 你這次已經算很幸運 你衝完席一批東西 難聽說 財到光棍手 你的錢去到別人那裏 屌你老母 誰會退回你 很少咯 你個個這樣退的 那件事不用做 老闆會這樣想咯 或者如果有些立壞心腸 是騙人錢的 那些錢倒了我手 還退你老母 你不是找人斬勾我 屌你老母 有些人是這樣的 這個很幸運 他就不是這一款 他是OK的 他是真的會退回你 算是很幸運 那髮型師再談下去 就說 這樣 要不我打個折頭給你 但是你那些服務 你用了 你用了錢都要照扣 最多便宜些 扣少些 但是髮型師又再說 覺得所有人都應該尊重藝術 那我看一張照 你說是不是很糟糕呢 我覺得只是不適合這個女人 這個髮型 看你怎麼看 不過這個女人依然 當然就是不同意理髮店的安排 最後就由市場監督管理所的執法人員 介入協調 目前就沒有結果 我不知道國內 應該是類似消委會這樣的物體 我不知道他國內的情況 對方這些條文是怎樣 法律那些我不熟 那些農屌的東西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唯一最利益地去看這件事就是 大家就不要買這些套票 不要一次過入這麼多錢下去 你剪頭髮 染頭髮 一千元是一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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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了出去當自己不幸運 以後不光顧這間店 是不是 你就不用那麼麻煩 又求別人退回那些錢給你 然後又不知退多少 你又不知退不退 變了很多東西煩 我剪頭髮 兩塊水就兩塊水 今次剪黑了 以後不來你剪 我找過另一間好的 OK 找過另一間對的 下次再給兩塊水 又再剪過 都留回牆去 是不是 就不是說我給了一筆東西 然後那一筆東西放在你那裡 然後慢慢求求你老母 是不是 我都不要這樣 保障自己 你又不知人家什麼時候倒閉 對不對 那今集都是挺警勢 我覺得 洗錢是沒問題的 消費是OK的 但就想清楚這些套票 這些會籍 這些充值 這些買不買好 如果給我就不能買 那自己想清楚 到底怎樣處理 那今集 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不要被人騙錢 都沒什麼特別 那照舊 喜歡我的節目 訂閱回到頻道 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